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会先用免费版账号来示范 但也因为免费版有每日使用额度的限制 今天的分享重点 我会聚焦在如何串联Notebook LM 以及基础实物应用 大家放心 只要掌握了这个核心 后续的进阶玩法 其实就跟平常使用 Gemini是一模一样的哦 首先是案例1串联Notebook LM 我们来到 Gemini的主画面 看到输入框锁边这个加号了吗 点下去 选择Notebook LM 这时候系统会列出你账号里所有的笔记本 今天我示范用的是我预先整理好的 Gemini 3.0 Pro介绍与应用笔记本 勾选它 按下新增 这样 Gemini就读取到这份资料咯 接着我们来测试它的理解与转化能力 我在提示词输入 请根据笔记本中关于多模态推理能力提升的技术细节 转化为一段30秒的简报 对象是不懂技术的行销经理 重点说明这对行销活动的具体好处 严禁使用术语 我们来看看结果 看 Gemini完美避开了尖色的参数 它真的读懂了那份技术文件 并帮我翻译成行销人听得懂的语言 点开下方的来源 还能看到它引用了Notebook LM里的具体段落 这绝不是AI在瞎掰 接下来是案例二 多重来源整合 试想一下 我的笔记本里有Gemini 3.0 Pro的核心理论 但我想知道 真实世界有没有最新的案例可以印证 单靠笔记本是不够的 于是我输入 我的笔记本中强调了Gemini 3.0 Pro 在长上文视窗的优势 请先用笔记本解释这个优势的核心原理 接着利用Google搜寻 找一个最近一周内发生的商业新闻 来印证这个优势 观察一下解脱 Gemini的回夸分成了两部分 第一部分 它精确引用了你的笔记 解释理论 并附上引用标记 第二部分 它直接联网 抓取了最新的新闻连结来佐证 这就是第二大脑的完全体 既懂你教它的私有知识 又能随时连上网路更新资讯 这比任何一单一的AI工具都还要强大 最后为了让大家少走弯路 顺利上手这个新功能 我整理了这张四大关键技巧送给你们 第一 功能采逐步推广 如果你还没看到Notebook LM的图示 请耐心等待 Google正在分批推送中 第二 资料挺直是关键 垃圾镜 垃圾出 你的笔记整理得越好 Germany的回答就越精准 第三 做好组织化管理 建议针对不同专案建立专属笔记本 不要把所有文件混在一起 以免AI混淆 第四 指令提示要清晰 明确告诉AI 你的对象格式与长度 它才能产出完美的答案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请记得按赞 订阅 谢谢及分享 学习的路上 你从不孤单 我是EBMS 我们下次影片见 拜拜